周公瑾定计杀玄德 就在这同时 诸葛孔明先生 已经到了大帐的帐口 孔明把这个帐子连 往里头这么一看 精灵打了个冷战 当时把孔明和的 几乎是昏飞天外 怎么那么紧张 他首先看见的是 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 再看周瑜周公瑾 虽然是满脸堆笑 可是他一脸的杀气呀 这还了得吗 我家主公完了 谁能救救我主刘备呀 就这一眨眼的功夫 孔明两边边的冷汗都躺下来 他看玄德 刘备刘皇叔坐在那 是谈笑风声 潇洒自如 可自在了 那酒给你喝的 一口酒一口菜 有说有笑 孔明一想主公 您可真稳当啊 他在举目细看 哎哟 看刘备身后站的一人 正是关羽 关云场 空明长虚一口气 我主 他用袍袖斩了咱两宾的冷汗 一转身 溜溜答答的 又回了他那小船了 帐子里边的周瑜 根本不成想孔明来此 溃帐 说他跑这偷着瞅来着 他怎么能知道啊 他还端着背在这等着呢 一琢磨现在是时候了 这背该摔啊 贾华在暗中隐藏着 简直都绷不住劲了 他恨不得不等周瑜摔背 他就要往外抱 可是他不敢 因为那有军令啊 鸡背为后 没发这个信号 你怎么跑出来了 那说不定周瑜就许把他的脑袋拿下来 周瑜把背举起来 刚要往下摔 他猛咱们一丢眼神 就看见刘备身后边的关云长 那么说进大仗坐这么半天了 又喝酒又吃菜的 没发现云长 周瑜是什么人物 东吴的大都督 他哪能东撒一眼 西看一眼的 那大人物他不能这样 确实没理会儿 就以为刘备啊 带着一个听差 就随便带这么一个手下人 如今他端着这酒杯 仔细这么一大量啊 可把周瑜吓坏了 他一看刘备带着这听差的 这气质不一样啊 绝不同一般的随从听差 无论是他的招装 还是此人的相貌 看此人身高九尺开外 面如虫枣卧子还没单放眼 古柳常然胸琴飘洒 头戴杂金 身穿软甲 累下配件 大红中衣 足灯一双五彩虎头战靴 站在那儿是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好一派 大将的风洞 周瑜心想 这人是谁啊 我可听人家跟我说过 刘备桃源三杰义 有两个兄弟 一个姓关关羽 关云长 一个姓张张飞张义德 此二人都是万将魁首 人之俊杰 特别是关云长 相貌不凡啊 人说他生的残眉凤幕 无柳常然 难道今天此人就失语 想到这儿他望前一探身 刘夸桃说 请问 您身后这一随从 他是何人 周瑜这一问 刘备回头看了云长一眼 哦 你看 我光和嘟嘟说话 倒把他忘怀了 我也没给都督引荐引荐 这是我家兄弟 关云长 呼呀 周瑜一听这三个字是大为精湛 难道此宫就是展燕良朱文丑 国武官展露建黄河道刀劈 刀劈勤起 在古城会 展过蔡阳的 汉寿庭侯 正是此人 哎呀 施敬了 周瑜赶忙把酒杯轻轻的 放在桌子上 摔呀 摔什么摔 连往桌上放都轻轻的 怕贾华误会了 帮郎的杯一响 他要蹦出来 周瑜心想 贾华你可别往外蹦 你要一蹦出来 连我也就完了 大概还没等你那刀垢着刘备呢 关云长一剑 先把我批了 这还没等跟曹操打呢 自己就把命搭上了 周瑜也不干了 他赶忙吩咐手下人 看座 准备杯快持住 请云长落座吃酒 关云长也没客气 啪没劲 跑一拢 就坐那 周公锦亲手 给云长买了一杯酒 自己也把酒倒上 又结茬喝上 关云一想 这酒不能总喝呀 喝几杯就得了 我哥哥能从返口来到你这 就给你好大的面子姓周大 如今再耽搁下去就不得了了 同时云长也看出来 周公锦面有杀气 特别是他那两个眼睛 眼是心中之苗啊 周公锦刚才喝酒的时候 不管是真酒也好 让菜也好 他那两个眼睛 把四万一个地儿都撒嘛 云长就知道这里边有事 说不定周公锦有什么胆意 这酒不能总在这喝 在虎口喝酒 怎么喝也喝不踏实 差不离就行了 云长借着敬酒的这个功夫 用袍袖搬脸面 这么一挡 冲着玄德地的颜色 那意思大哥 快走吧 刘备就明白 宣德赶忙把酒杯往前 咱们一推 都督 备不胜酒啊 我不能多喝 喝多了就迷糊了 再喝就要丢丑了 我要跟都督您告辞了 都督军务多忙 被打扰了 说完就站起来 周瑜也没挽留 心说你走走吧 行了 云长保着玄德离开大仗 恭锦送出老远 这才共守而别 玄德正往前走 呼听耳旁有人说话 主公 我恭喜主公 我恭喜主公 贺喜主公 玄德回头一看 孔明来了 哎呀 孔明先生 你在哪里呢 您看 诸葛亮摇指前面 一只小粥 那就是我的家 哎呀 委屈了先生 你看这为了我 受这么大的委屈 主公 我在这很好啊 那你给我道的什么喜呀 主公今日要不是云长相随 恐怕你我就不能见面了 周公锦是这么这么这么安排的 他想要杀害主公 好 嘿嘿 玄德看了看云长 心说裹不出二弟所料 先生 我们一块回去吧 公锦心雄狭小 怎么能荣德先生 你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 太危险了 姑爷放心不下 主公 您只管忘案 亮虽然身居虎口 可是安如泰山 万无一失 你不用惦记着我 现在和曹操还没有打起来 我怎么能走啊 那么先生 何日才能归还呢 你什么时候回去呀 主公啊 十一月二十甲子日 乃亮回归之旗样 到了那天东南风被起 等东南风起的时候 请主公民备好一只小舟 让子龙在南岸接我 主公千万莫忘 哎呀 先生 你放心吧 北明记在心 先生 为国为民周旋 与龙谈虎穴之中 北心 时不安 望先生 多加 保重 刘备又眼泪弯弯的 又要哭 孔明 微然一笑 主公保重 您请开船走吧 说完了 孔明一白手 船 乘风破浪 走了 走不多远 猛听前面 一声炮响 对面摆开了几十只战船 迎面一只虎头舟虎头舟船头上 站立一人 穿青挂躁 一身黑 手提 掌 八十毛 再看身后一看 都其迎风招展 上写 燕人 张 刘备老远就认出来 原来是三帝一德 放心不下 前来接应 张飞也看见了 大哥和二哥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他特别高兴 几家兄弟相会之后 船一掉头 回去了 刘备走了之后 周公瑾回到了大帐 他刚一进帐 卢子静就过来问他 都督 您今天不是设计要杀刘备 以鸡杯为号 您这杯怎么没摔 功勤把眉头一皱 紫敬 你没看刘备带的那个随从 那是他的左膀右背 二弟云长 我要是把酒杯怎么一摔恐怕咱们的刀还没碰上刘玄德 嘿 关云长已经收起一件路把我杀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功夫贾华领着人也都出来了 贾华闷得满脑袋白毛汗 都督 您怎么不摔杯啊 休得罗宋 退下歇息 遵令 把贾华给轰出去 就在这功夫 有人来到 启禀都督 曹操派人前来夏书 招来建罗 遵令 功夫不大把夏书人带进来 夏书人跪倒在周瑜的面前 把书信顶在了头顶之上 宫谨吩咐人把信拿过来 往帅汉省一放 周瑜一看 一看这信皮就火了 是曹操亲笔所书吗 一点都不假 信皮写的啥呀 汉大丞相 智书 宫谨都督 钦差 周瑜把信拿起来 你倒是把信打开看看 不给他那个脸啊 三把两把 扯碎了 往来时的脸声这么一拽 吩咐人 将夏书之人打了出去 一顿棍子棒子 给打跑了 时隔不久 骑兵都督 曹营有人前来夏书 又来了 不见 周瑜不担不见 吩咐人 将夏书人双耳隔下 赶聊回去 遵令 把夏书的这人俩耳朵给拉下来 铁图拉给放回去了 骑兵都督 曹营又来夏书 可把周瑜给气的 这曹萌德怎么回事 我这越不搭理他 他怎么还一个劲的给我来信 他那信我不看 吩咐人将夏书人人头砍价 紫静赶忙过来 多多不能杀 常言说两国相争 不展来时 人家是来夏书的 您看不看不要紧 与夏书人无干呢 紫静你休得啰嗦 他要吃 刀牢一声炮香 碰 把最后夏书这人脑袋给砍下来 我看你还来不来夏书 曹萌德还来啊 周瑜虽然把来石斩了 这气儿也没消 他吩咐人勒鼓声战 随着震震的鼓声 各家建国全都到了 周公锦有打捉案上 拿起一支大令 曹贼欺我太深 拎拎三次夏书于我 不用问 那书信我连看都甭看 一定都是一些恫吓之词 他想要吓不吓唬我 我今天兵制三江口 就要和你曹蒙德决议死战 你给我下什么数 完弄什么文末 哪家将军激励 与曹贼一战 也且闪开要量 就有打武将中 哗啦啦假叶子 咱们一响闯出一人 往攻进的率案前一战 都督 都督 末将不才 愿讨一令 杀笨曹营 我要不把曹贼杀得片甲不灰 您就娶我向上人头 我要打不胜了 为了你把我杀 大家一看考令人 不由得都按条大指 看死人身高八尺开外 生得虎背熊腰 面皮白白中透润 师眉虎目 迷震口方 大而有论 头戴两银盔银龙细水 河叶甲虎体遮掩 北碑金弓 累下佩剑 岑鹏马武金何代 兴把东吴第一人 这就是东吴大监军 甘明甘心吧 这个人可了 他不但武艺高强 万马军中去上将首计 他的弓箭特别好 人寿一号 有金氏后裔之城 就设太阳那种 他有这么大的本领 甘心吧 的剑术最厉害 百步穿扬 百发百重 人说他能也设寒星 午夜三更一抬手 啪 这一剑 就能把天上那星星 给射下了一个 射下了一个没有 就是那么传颂吧 甘心吧 今天一讨令 周渝乐 这仗是准得受 为什么 甘宁甘心吧 他首先的兵 完全佩戴着强攻应弩 而且还精通水战 行吧 听令 咋 今日借本都之令 与曹贼开战 有关我东吴之士气 你要多加小心 本都率人马 做你的冤兵 接应与你 多谢都督 抬刀 甘心爸爸大令 接过来就出了仗了 紧跟着浩普林厅鼓声震耳 两千只战船就排开了 中间这只大船上就是甘心吧 你看看甘宁手下的那些兵吧 一个个都是二十岁望外 三十岁以内像下山猛虎一样 各顶各收拾的特别干净利索 精卑应弓 累下藏龙 全都准备好了 特别是前面这二百只战船 带好多虎头藤牌手 左手藤牌 右手持刀 不仅能攻 而且擅防啊 广拿剑射人家 还得准备着人家拿剑射寨法呢 所以带着藤牌去 两千只战船啊 几乎把江面都给铺满了 看什么啊 早已经飞暴荡的曹营 都差声了 曹营的两个都督是蔡茂张云 把脸儿吓一跳 包上来 周公锦起兵 兵发我曹营 往都督定夺 呃 给了咱们那么些钱 还封咱们为水军都督 咱们得在曹营跟前 露一手 丞相现在正生气呢 生什么气啊 哥谁不生气啊 下一回输 这样给打回来了 二回让把耳朵给拉起来了 三回更痛快 给宰了 你倒看看 我那信里内容 写的是什么呀 你小周郎 也特意的蔑视人了 让我非把你抓来不可 丞相要抓周公锦 周公锦送上门来 俗话说得好 主得了的鸭子 已经递到了口边 咱可不能叫他再飞了 太老张云想的这儿 是擦拳魔掌了 我说咱俩谁去呀 咱俩给一块儿去 对 他们俩话今儿还没落 由他站外一声大喊 千万 呃 由外边进来三个人 这三个人插手望这儿一站 今日周郎 清兵来我曹营前讨战 和老都都亲征 我等不才 愿与周郎 决以死上 嗯 蔡某张云一看 原来是他手下三元大将张成 李贵四把兄 你们要多加小心 都都请放宽心吧 绝不能见丞相之锐气 灭都都之威风 几元将说完了话 刚要往外走 探马又跑进来 叭 骑兵都督 赶你 逃战 再探 把探报打发走了 随着三声炮响 也摆开了战船 两边的这个阵势就拉开了 甘兴霸一马当心 蔡某张云 在虎头战船上手打凉棚 这么一看 不由得暗示一惊 甘兴霸他们认识 不单这俩人认识甘明甘兴霸 东吴这些名将 蔡某张云心里都有数 这些将军使什么样的兵器 扩乘什么样的马匹 有什么德能处 他们都知道 就是一看是大将甘明 俩人悄悄嘱咐手下几元将 你们可要留神 此时分了得 嘟嘟你放心吧 说着这俩人 一个人手是方天脊 那个是三尖两针刀 气了虎头舟 上了战船 这战船感情和别的船只不一样 为什么 他是平的 别的船只有船头船尾船帮 他这就像一大法子似的 那边的战船也这样 一个战船上有二十几名挠勾手 等这两个船往一块一并的时候 敌对双方 把挠勾往为这么一探 都把对方的船搭住 然后这两边将军好打 哪边打输了 哪边的兵是跳水逃命 这水战和陆地大不一样 你脚底下没根还不行呢 因为他们在水里都哗哗 后浪吹前浪 这个法子他就在里边晃起来 你脚底下站都站不稳 你还打啥呀 要不怎么说曹操这次到江东 他吃点亏呢 为什么一再说他带的是北军呢 都是汉角 就这意思 张成李贵这俩是蔡卯张云手下的人 经常在水面上打仗 所以他们不大在乎东吴这些兵 等两边站中合到一起的时候 甘宁拿把这俩放在眼里 来将同名张成李贵 吴明小辈 这俩一瞧喝 你也太牛了 可俩人同时也在打拎着干宁甘兴霸 一看干宁手中的这一对金刀 他们俩有点发傻 甘兴霸的双刀和别人不一样 他那刀背上竟是狼牙巨尺 刀宽背后 日儿飞薄光闪闪 冷森森避人之寒 这一对金刀八十金尘 两个人已经同名了就打吧 把兵人一举直取甘宁 甘兴霸不慌不忙 挥动双刀就跟二将打到一处 也就是三五个回合 只听甘宁大叫一声 狂贼羞老 一个大棚展翅 那两员将的脑袋像皮球似的 全掉水来了 就在这公分由对面 又飞来一只船 船头声 站的是司马逊 他喊了这么一声 甘宁小儿 修伤我家 甘宁用眼瞟了他一下 把双刀砍 往脚下这盒这么一躲 随后就把弓摘起来 摘弓搭箭 照着司马逊的面门 砍 弓弦响出 甘腔远就听司马逊大叫一声 一箭射于水下 然后甘宁甘心爸爸手中攻望起这么一举 这原来是一道令 什么令 杀呀 甘宁手下的军兵就明白了 至急忙 搭弓放箭 你开始的时候还能分出个个数来 后来就分不出来了 像暴雨冰雹一样 那曹兵哪抵挡得了 纷纷乐水死伤无数 简直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一样 让汇水的 让汇水的给砸死了 不知道有多少 怎么给砸死的呢 这一批跳到水里去了 不要紧 他们都汇水呀 汇水不能总在水里头那么呆着呀 他得上来呀 他刚往水面上这么一冒头 那一帮又砸下来 劈了啪啦往下这么一砸 把这些汇水的都给砸下去了 就这样也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人 蔡茂张云指挥也不灵了 这些水军呢 不都是荆州的兵 还有不少是袁绍的兵马呢 不会水 这一打根本就蒙了 蔡茂张云那个令旗怎么晃 也没人看 你晃你的 所以他们俩也得架着船 跟着一块跑 就这一口气 东吴的军马杀起来有三十余里 甘心霸这后援的军马太厉害 谁统帅周公锦呢 周朗亲自压着人马来的 那不越杀越勇啊 曹茂早已得知了 蔡茂张云被东吴水军杀得大败 曹茂这个气 你们俩还是水军都督呢 让人给打得这么惨呢 就在这一公份 有人来禀报曹茂 说在东吴水军之中 发现了一只楼船 这只船和所有的船都不一样 它是虎头龙尾 三起楼子 三层楼子那么高 哦 曹茂赶忙问你们还发现什么 说我们发现在楼船上面 有一杆都齐 齐上写着三军私命 哦 曹茂碾然沉阴明白了 这只船是周公锦的船 是帅船呢 哇哈哈哈哈 旁边有人问 丞相你因何发笑 曹茂一点手 叫过来张辽许楚 夏胡敦 你等福尔过来 必须如此这般 几个人一听 报权尊令 曹茂要干什么呀 他要生擒周公锦